2024大选民众党拿下8名部分区立委 成为国会第三大党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选前提出两年条款 现在却传出党内有不同意见 柯文哲出面灭火 所谓的两年条款 就是现任巴西立委上任前都写好辞职书 预计在2026年全数更换 由部分区名单排名九到十六名的人选地步 新旧立委未来该如何衔接 同样备受关注 排名第十四位的陈青龙信心满满 准备好未来在立法院大展身手 除了两年条款 民众党立委也都有任领责任区 准备投入2026县市长大选 但来营的新北市议员吕家凯也质疑 黄国昌确战不敢选新北市长 牵涉到两年后的县市长大选 南绿白禁合关系 柯文哲牵涉上火线为两年条款定调 试图让相关争议不再进一步延烧 欢迎新闻金刚成绩大蒋红奇特别报道